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艳阳众斯多 摇颜如若抹爱 仿佛天空 阻隔了光线的杖满 请洁静我 心眼长留着爱的恩全 请似摧残 一开始所有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天主想告诉他 所有东西都是他的爱 圣经的作者最终当然是天主 因为天主派的圣神默感给我们写下 欢迎大家收看《生命恩全》 很多人都知道圣经是一本很重要的书 在这本书里面是有天主给人的启示 是告诉别人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人 生命的去向是什么 按照统计这本很重要的书 在美国单一日里面所销售的销售量 是超过16万本的 而且这本书是被翻译为 超过1200多个不同的语言 这本书那么重要 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宣誓 都特别是用当年林肯所用的圣经来宣誓 《生命恩全》是特别是 就圣经的主题 是用三集来探讨一下 去帮助大家认识圣经 在这三集里面 我们是请了不同的嘉宾 神父来到这里为我们讲解 或者在我们去讲解这个题目之前 我们先看看一般人对圣经的认识 是怎样呢 圣经是人家宗教里面的经 圣经是上帝写上帝的书 有狗约有新约 是神对我们的华语 以前有看过 不记得了 圣经 我不知道我拜神 说圣言 圣经 圣经就是说耶稣 有古经有新经 圣经就是耶稣之后写 之后写 我们听完一般人对圣经的看法之后 或者我们都想听听我们教会里面的神迹人员 他们对圣经又怎样看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 晴明聪神父父 Francis Ching 是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讨论圣经的 晴神父你好 你好 一讲起圣经 很多人都很自然是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 特别是很自然是会用到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 特别是《创世纪》里面提到的六日创造天地万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奇怪究竟是从科学角度来看 这件事是否有可能呢 另外也有人很自然就是会说 究竟圣经是否一个历史的记载呢 里面所提到的很多似乎是历史的事情是否真的呢 譬如说里面讲到的《若立先知》 他是三日三夜在这个余福里面 而仍然能够生存 这件事是一种很难想象的事情 究竟是否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记载呢 其实这些问题会不会是太深呢 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讨论的时候 其实圣经因为它那么普遍 有人可以看到是一个世界上最多的书 很多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可能看过或者研究过 甚至在基督徒之中更加重要 因为圣经我们相信是天主的圣言 是天主给我们的说话 是会生生的话语 为我来说很重要 去明白去阅读去祈祷 很多时候都会用作为我们的来源 很多这些看了之后自己的解释 如果那个基础有误解的话 理解出来的事情都可能会错得很紧要 所以我想人家有这样的看法 更加令我们知道基础 一定有一个很深切的明白 我很同意 我想或者我们先在一些很基础的问题上 很基本的问题上 先开始我们的讨论 在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讨论到 这本圣经是怎样来的 为何会有这本圣经 它是什么人写的 它的作者是谁 还有它是用什么语言来写成的 或者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些基本的问题 好 好 好 我又不讨论这些人 还有很多很奇怪的记载 我估计对于一般人来说 都会有我当日的疑问 觉得这本书究竟为何那么重要呢 我们今天既然有你在这里 我就不客气再问一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圣经这本书是怎样来的呢 这本那么重要的书是怎样来的 圣经真是很大本书 讲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又回应你刚才说的 我自己看圣经 我以前看都是很厉害的 很多东西 别人说重要重要重要 读到很后期 我只肯自己去看 看了之后我想要明白圣经是什么 在哪里来的 其实最终就是本身的名字 圣经 圣言 是天主的说话 这个很基本的一个来源 就是在天主那里来 圣经在天主那里来 天主那里来 他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讲了一个基本 就是天主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要弄出一本书 那个信息就是 当然是很重要 这个是特别为我们人 而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是一个天主的启示 其实是 一开始圣经一讲 就是讲创世 就是一开始 所有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天主就是想告诉你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他的爱那里来 是吗 天主的爱 创造了所有的人 那一路 整个本圣经所讲的 信息就是 天主想告诉我们 他究竟有多爱我们 有多爱我们 爱我们 爱到去创造我们 爱到去陪伴我们 爱到去见到我们走错路 矫正我们 派不同的人 去跟我们说他的说话 一直到最后 派他自己的圣子 他自己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 耶稣 变成我们一分子 最终带我们去得救 变成他的家庭之一